本剧共十二级 第一级 同学溺水身亡的真正死因 即上任主播出事后 夏花接手了她的工作 负责播报新闻 而上任后的第一个新闻就是 警方在停办的学校泳池中 发现了一名女性尸体 据调查 今日凌晨 三名同班同学偷偷地潜入了这所小学内 其中小萌跌入了水池 享年25岁 根据事件结果 在其体内检验出了酒精的成分 所以警方认为 小萌可能是意外失踪 跌落永世并导致的溺碎之死 时间回到小萌出事前 他和两男一女 四人组织一场小学的同学聚会 闲聊中 小萌就告诉其他几人 自己耳边最近 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同学们听话 半开玩笑地表示 小萌最近是不是脑子生病了呢 而一旁的男同学 也是当年的班长 听到这里 他表情很是奇怪 接着他放下了 只喝了一半的啤酒 接着工作繁忙 便告罪离开了这里 男人走后 几位同学嬉笑表示 他真是长大了呀 一点也没有 孩童是孩子王的样子 几人一边翻看着影集 一边怀念着 孩童时的点点滴滴 可就是这个时候 其中的一位女生 发现了一丝异痒 那是一个女孩 他们记得 她叫小可怡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 他们的合影中呢 记得那个时候 小可怡已经死了呀 她是淹死在 学校后边的泳池中的 这件事 当时可是相当的轰动 学校为此还挺客人的 想到这 再想起这个叫小可怡的女孩 是 小蒙发现 自己竟然不记得 她叫什么名字了 另外的两位同学 也同样表示 自己也望着 只记得 她总是一脸单惊受怕 又行动可怡 所以 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 叫小可怡 九足饭饱 吃饱了蹭的几个人 又提议去试探吧 就这样的 几人又来到了 这个已被停学的母校 然而这让几人 做梦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他们会遇到 让他们难忘终生的事情 甚至是 小蒙也永远的 被留在了这里 带几人走进学校的那课 在他们的背后 似乎有双眼睛 在盯着他们 学校停课一旧 里面杂乱不看 其合又空旷的走廊中 静得似乎能听见 他们每个人的心跳声 没走多远 小蒙便停下了脚步 他感觉到 在自己的背后 有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当他猛然转身后 那里 有什么都没有 是错觉吗 不过小蒙的动作 可是吓坏了 另外的两个人 小蒙见此赶忙 对两人表示抱歉 接着 他们便又向着里面深入 他们来到了当年的半截 找到了当年藏着的时空盒子 里面都是当年同学们 写着自己的愿望 有的是写着长大货 想当老实 有些是想当店长 最好是一家蛋糕店的 还有一张署名李美 写着的是 自己不想再被欺负了 这是小可依写的吗 原来小可依的名字 叫李美啊 小蒙记得在上学的时候 他的确是每天都被班长欺负 记得有一天 雨下的很大 李美被冻得瑟瑟发抖 可是班长却还让他练习游泳 现在再回过头想想 那个应该算是欺凌吧 不过在这个时间这种环境 几个人都不愿意在谈论 一个已故之人 便想着换个话题 可还是这个时候 小蒙脑海中又想起了那个声音 小蒙先是惊恐 疑惑 接着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来这个声音是谁的了 这是李美的声音 至于李美的声音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应该是他溺水的原因吧 小蒙把这件事 告诉了另外两个同学 见他们满不可思议的目光后 小蒙又问李美是哪天死的 他好像就是多年前的今天 发生意外的 现在再回想起 李美发生意外的那天 他被盖上了摆布 被警察从泳池边抬了出去 小蒙结合自己最近听见的怪声 他忽然意识到 他们都是在冥门之中 被李美给叫到这里的 是李美在水中呼唤着他们 虽然同学们都不承认 但这就是事实 之后他们听到 从走廊中传来了一针好似脚步声 有好似滴水的声音 声音游远即近 越来越大 明显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接近着他们 是李美 是已故的李美 朝着他们走来了 脚步与滴水的声音 直击新鲜 使着他们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直到李美的手 开始拍打了教授 警察被吓得开始撕出他 光芒中 小蒙就与其他两人跑散了 而李美似乎就只追小蒙一人 不管小蒙怎么逃 他都不离不弃 伴随着他的左右 直到小蒙逃到了学校的后院 逃到了那个当年 李美遇难的水池边上 在这里他无路可退 最终他与李美碰面 面对李美的步步紧闭 小蒙只好慢慢的 向着水池边缘靠近 小蒙不明白 李美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毕竟当年那个 欺负他的人是班长啊 而他只是觉得 当年的李美很可怜 可当这可怜两次说出口后 似乎是使得李美更加愤怒 最终使得李美伸出双手 把小蒙给推入了水中 揉入水中的小蒙 开始拼命的求救 而闻声赶来的两个同学 显然是看见了漏水的小蒙 当然也看见了水中的李美 他们可能是太怕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使得他们不敢上前营救小蒙 而是选择逃离了之力 在水中的小蒙见求救无效 又开始向着李美求饶 然而李美并不理会小蒙 反而还很是怜悯地 向小蒙表示 他很是可怜 就像当年李美被欺负 就像小蒙回想起李美的遭遇时 他嘴中常挂着的那句话 只是现在这可怜的对象 变成了自己 在小蒙遇难后 记者采访了当晚和小蒙 在一起的另外两个同学 他们想知道 在小蒙遇害的那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而这两个同学对此表示 自己不知道 也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是称小蒙很是可怜 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此刻的小蒙就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我想按照套路发展 下一个的可怜对象 就会从这二人之中产生吧 第二集 已故朋友留下的恐怖电脑 警方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宿舍内 发现了一名女性尸体 女生叫友香 今年20岁 发现时是掉在房间上 以窒息而亡 因为现场没有发现 入侵者的痕迹 所以警方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一场自杀事件 友香出事后 美孝就搬进了他的这个房间 美孝家里给的零用钱有限 租住这样的房间 学校会有相应的补贴 再加上 友香生前和美孝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不会向别人那样害怕 所以就理所当然的租住到了这里 在收拾友香的一物时 美孝发现了房间墙壁上的一些黑色痕迹 美孝看着这些黑色的痕迹 很是诡异 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 美孝搬进来后 他的新邻居就来与他打招呼了 并且还对美孝讲述了 友香在此之前 都很怕这个房间的事 友香之前好像是要想去国外 总之是很需要钱 所以他就偷偷的跑去了 叶总会见纸去 但因在叶总会 跟一个叫库田的客人 发生了纠纷 至于这个叫库田的男人 是做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 但从那以后 友香就总说 这个男人就躲在这个房间内 偷惠他 友香很怕 就对邻居说了这件事 但邻居同学劝他 这根本是不可能 可友香就是不信 讲到这里 邻居同学忽然想起一事 他要返回屋中 给美孝拿点东西 而在邻居刚走 从这个房间的衣柜中 就传出了一阵异声 美孝瞬间神情紧张的 看着这个衣柜 心里想着 这个屋子内 该不会是真的偷偷的住个人吧 可当他把衣柜打开后 里面除了一些衣物 物品外 啥都没有 这个时候 邻居同学取物品也回来了 他带来的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也是友香的衣物 这个笔记本当初是友香 特意交给邻居保管的 说是自己拿着害怕 还称这个笔记本中 有着友香与库田的聊天内容 纠纷起因 这个库田更是神通广大的 通过电脑还挖出了友香的地址 这别说邻居不信了 就连美孝也很是不合思议 五夜十二点 美孝失眠了 前来五世 加上好奇心的趋势 美孝打开了友香的笔记本 他在电脑中 找到了一个叫镜子的 另一侧的聊天网站 里面有着友香与库田的 所有聊天记录 这个库田的男人 从一开始就十分的变态 他不但每天息息骚扰友香 还知道友香是哪所学校的 甚至更是表示 关于友香的一切 他都知道 友香不堪其道 便回怼库田 称他当初在店里 说自己被解雇了 那么肯定是因为 自身性格的原因吧 他一定很闲 很变态 才会盯着自己不放吧 然而友香没想到 他的话却激怒了库田 使得库田放出话来 要杀了友香 友香肯定不信 以为是玩笑 就骂了他去白痴 结果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甚至还附带了一张照片 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当美香要合上电脑的那刻 从电脑中又传出了一阵提示音 说库田上线了 库田很快的就发过来一条信息 称我在等你呢 美香以为库田 是对友香说的这句话的 没想到库田表示 自己就是对美香说的 因为自己正在看着他呢 被杀了美笑 美笑被惊得赶忙合上了电脑 冷静下来后的他 还自嘲了一下 这个变态的话也能相信 然而让美笑没有想到的是 从第二天起 他就欲怪事不断 早晨醒来就发现 装有友香遗物的箱子着火了 当他着急忙慌的 把火碰灭后 发现这个被烧焦的笔记本 居然还能打开 更过一意的是 电脑满屏都是那个变态的留言 还附带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跟友香出事前 最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一样 当美笑再次把电脑合上时 他又注意到了 电脑上刚烧焦的痕迹不见了 不仅如此 箱子上也是如此 就仿佛刚刚的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么美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幻觉吗 白天 美笑找到了邻居同学 就向他问道 他觉得疯狂是可以传染的吗 自从住进了友香的房间后 他就觉得自己生病了 跟友香之前一样的病 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 邻居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之后美笑又拜托邻居 带他去友香之前工作的一种会去 他希望能在那里 找到有关酷田的信息 答案来到这里后 店老板表示 酷田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得到了这个答案的美笑黄 他死了一个多月了 那么之前跟自己 还有友香聊天的那个人是谁 如果说是死后的酷田 那么酷田之前表示 自己能一直看着他们的话 就说得通了 讲到这里 美笑赶忙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逃离之力 可是在收拾行李的过程中 他在床下看到了一些福祉 这些应该都是友香放的吧 看样子 友香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当晚在邻居同学的陪同下 美笑他们住进了宾馆 然而经历了这样事情的美笑 完全没有了睡意 打开手机看时间的他 一不小心 把手机掉在了地上 就在他伸手去捡手机的时候 一只诡异的手 突然就从床底身下 抓住了美笑的手臂 他的力气很大 美笑一下子 就在拽到了地上 就在他要继续 把美笑拽在床底的时候 同学被美笑的尖叫声 吵醒 打开了灯 灯亮了一瞬间 那只诡异的手 瞬间消失不见 如果不是在美笑的手臂上 还得有那清晰可见的抓痕 刚刚美笑所经历的一切 都像是梦一样 发生了这样的事 也让美笑明白 这不只是换房间的问题 而是现在的那个东西 已经跟上自己 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美笑 决定还是先回老家 怼一阵子吧 邻居同学在帮美笑 收拾醒了的时候 就出去接了个电话 在邻居刚走 美笑在屋内 就再次遇过也是不断 显示在他身后 会凭空出现一根绳子 带到美笑逃回屋内 衣柜又发出异想 并且他与邮箱的照片上 自己的脸扭曲异常 而且已经死去的邮箱 居然回来了 只要朝着美笑所命 美笑不想逼他得逞 便只有拼命的他 可是在逃的时候 一个没注意 就把自己挂在了手子上 美笑被吊着 挣扎着 小野用力的等着 就像当初的邮箱那样 而邮箱房间中黑色的痕迹 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最终 美笑享年20岁 屋内已经结束战斗了 屋外的同学的电话 却还没有讲案 给他打电话的是 叶总会的老板娘 老板娘在美笑找过大货 他便对这件事很是在意 老板娘说 库田之前也是在那个网站上 跟人聊天吵起来的 之后也称有个人要傻的 再之后 他就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让老板娘一想起来 就会觉得 库田在那个网站 跟人聊天吵架货 上吊了喝饭 友箱也在那个网站 聊天吵架货 上吊了喝饭 美笑还是在那个网站 聊天吵架货 上吊了喝饭 自始至终 谁都没有见过 在镜子的另一侧 那个网站后的聊天对象是谁 友箱以为是库田 美笑也把他当作了是库田 总之不管网站背后的他是谁 只要有人接触了这个网站 最终 他就会领了喝饭 就像邻居同学说的那样 这听起来就像领喝饭会传染一样 只是不知道 在美笑饭后 还有谁会继续 过他的后尘呢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啊 也是告诉我们 别一天闲的没事 在网上瞎聊 你又不知道 对面和你聊天的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是高是爱 是胖是瘦 你有啥聊他呢 对吧 有的时候你以为 他是位千娇百妹 贤良术德的美女 其实呢 他就是个扣脚大爷 有的时候你以为 他是位英军潇洒 多才多艺的帅哥 其实呢 他还是位扣脚大爷 把豆里的钱聊没了是小事 要是把自个儿聊没了 那事就大了 那行吧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